我們講了三分鐘的提案 今天有15個提案 那也請在場的坑主可以準備一下 那這一次是Genevita第64次的黑客松 那一樣我們還是先請大家聚焦一下 我們是有一個行為的守則 那待會其他的場地 你也會看到一些比較全文的一個小紙條 你也可以再詳細讀一下 原則上就是以我們的相互尊重彼此 參與這個活動為主 那如果你有遇到一些需要協助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找我 我有穿這個黃色背心 那就是你可以找我舊宗團來做聯繫 這邊也有英文的版本 大家也可以參考 那我們這一次的黑客松名稱 叫做黃金比例黑客松 那這個是應該是從Peter 這個貢獻者來發想的 那他為什麼會想到黃金比例是 我們這一次的日期是11月23 所以是1123 1123基本上是這個數列的 大概是從第二個數字開始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是從如果從0開始算 就是0,1,1,3,5 它就是把前一個數字加這個數字 所以這個1123就想到它是一個數列的開端 那這一次我也從這個數列去有一點發想 如果我們這個數列上數到第38個 原則上就是大概2,400萬這個數字 2,400萬其實非常建議台灣的現況人口 那我們想像如果有一個訊息或一個構想 有沒有可能它推動了 可能彼此交流個38次 它就可以遍布全台灣 好像不容易 我們講這個人口數 總人口甚至到立法院的一個常態委員會 它有14個人 所以剛才這個數列我就想像到 如果有一些公共的議題 公共的事務 它又怎麼樣讓2,400萬的人 可以彼此甚至不只是傳遞訊息 而是還有一些意見回饋 這是蠻不容易的事情 包含我們連小規模的村裡的溝通 都不一定那麼互動 有時候都只是單向性的傳達 那這也是一個比較公共議題上的一些課題 例如說這個是比較有名的 叫做公共參與的梯子 甚至有一些研究者他覺得 我們是一個有信任感的環境 那有高參與度的環境 或者說我們其實彼此都不認識 彼此都沒有信任感 所以也沒有什麼參與度高或低 他會把很多的公共議題 先做一些界定 是一群比較熟悉的人 他來討論事情 還是說他其實彼此都不認識 那可是那個又需要希望大家來參與 所以關於這種公共參與 特別在數位時代的議題上 這邊也想介紹這一次大宋的 贊助單位叫V台灣的社群 那V台灣其實它是在2015年 就成立的一個社群 它其實主要就是希望藉由數位工具的導入 以及剛才提到 這個議題有很多關係團體 關係人 所以叫多元的厲害關係人 要怎麼樣讓他們參與 那參與也不只是來聽這個議題要做什麼 而是還要表達意見 收集意見 那特別在2015年許多的數位工具包含直播的技術 或者公民審議線上的甚至新制圖便利貼 都蠻成熟的 所以V台灣其實從2015開始 其實挑了蠻多的跟網路的網路經濟相關的議題 去做討論 所以V台灣目前正在整理 他們其實最近也有整理蠻多的工具清單 就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 針對剛才這樣的問題 他們有各自的做法 或者變成一些案例可以參考 所以也歡迎大家可以自由的參與這個社群 那參與的方式除了看看他們的官網之外 你也可以到GinnyV的Slack Channel 有一個叫Hashtag V台灣的頻道 你會直接可以跟大家來互動 所以我們就感謝這一次 V台灣作為博金之友的大宋贊助單位 好 那我們這一次的活動 原則上就是GinnyV的臨時政府黑客松 我們原則上兩個月會辦一次 那從2012年的12月首次舉辦 舉辦到今年 那累積的人次大概有6000位 那主要還是以開放協作 而且邀請大家來提一些跟公共議題 公民科技相關的主題 那我們秉持的三個原則 一個是open source的部分 那不管是程式碼的open source 或者是文件上的 可以用CC license的方式釋出 那其他就是包含公民行動跟 行動主義的精神 都可以去把它結合在大家的提案裡面 所以整個社群的幾個元素 包含人是最主要 就包含在座的各位跟你我 就作為貢獻者 或者說我們有時候不一定是只是提出議題 而是可以參與到某些議題去觸發一些進展 那這是人的部分 松的部分就是以活動 像hacker松的松 就是一個活動的意思 那有大的有小的 像這一次我們是比較像大松 那平常如果各個專案或者你覺得想要揪一個20個人以下的活動 你可以到這個GNV的揪松團的官網這邊也有可以申請小松的場地 那場地是在台北市中正區的NPO Hub聚落 那大概就是20人以下的活動你可以來申請場地變成公開活動邀請大家 所以一般我們會稱它為小的黑客松 就小松 那坑的意思就是project 就是很多的專案或者像工作小組 有一個明確的工作主題 那圓的部分就是以open source也好 或者說要籌措一些資源裁員 都是圓的部分 所以這四個會鑄成整個GVN社群的元素 那這個元素裡面也蠻多是仰賴大家的貢獻 那GVN黑客松歷年也是蠻仰賴大家的志工的貢獻 那這一次的黃金比例黑客松就有包含像直播是任翔 那下午的成果報告會有TED來協助主持 那報道的部分就蠻多位的 包含Peter 我這邊沒列到 就是Don 然後Armos跟Peter 那導覽團待會在大概11 應該是1點的時候 會有一個新手導覽團 那時候會有Armos來帶大家去看看每一個專案 在做什麼或當下的進度 那今天也有三位攝影的志工 那包含雲安 宇晨跟HUGH 我不確定最後應該要不要發音 那送前還有是昨天晚上 禮拜五的晚上也是Peter來協助主持 那這邊也感謝場域這邊協助的這個鼠貞 那這個就待會提醒一下 這些小幫手們可以再找我去領這個大善人的貼紙 就是做一個算是感謝的小貼紙 那這蠻特別 這次是64次 第64 那如果也有想要貢獻的話 你也可以參考這個定期定額捐款 那整個社群也是蠻仰賴大家的定期定額捐款 來支持包含像線上的微運服務 共筆的協助 然後包含實體的活動 跟像剛才提到場地 在中正區有一個小松的場地 那其實這些都會透過定期定額捐款來做支出 所以你可以寄一下網址 就是GinVidium Cafe 可以來評估一下 100塊也不嫌少 就是定期定額大家可以量力而為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到今天的提案時間 那先請這個應該是拉人更輕鬆 我們看一下提案列表 那我們就先請這個拉人更輕鬆專案來做提案 那再請這個一節